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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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面要介绍的是间谍小说 这个介绍一个当代可能是最好的间谍小说家 John Leclerc,他的作品 间谍小说和侦探小说呢 一般来讲南登大雅之堂 那么我想也是 但是间谍小说和侦探小说呢 有一个跟我们很有关系的 就是他描述罪恶 常常描述的很好 尤其是英国像Agatha Christie 他写的间谍小说 里面善恶 有善有恶 而且有这个报应的态度 这很多日本的那些侦探小说是比不上的 日本侦探小说 尤其现在后现代以后 这个善恶都不太分得清楚 我喜欢看这些小说就是 在现实社会里面 我们常常看到恶人得势当权 没办法制裁他们 可是间谍小说或者侦探小说 还有这样的意味啊 我觉得是不错的 我们希望我们能肯定 认定这个道德 是放之四海而接准的 John La Cary 他的小说 我觉得有两本最好的 这是我的看法 一个是《迭影函》 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 另外是《Smileest People》 《史卖里的人马》 这两本书呢 很精彩 在神学上我们也可以讨论 《迭影函》 是他的成名作 里面讲什么呢 就是英国在西柏林 那时候还有东西柏林 英国在西柏林的情报头子 叫里马士 他在柏林的成绩不好 他的部下被东德的情报局长 暗杀的 大概一个都不剩了 里马士等于打了败仗 多年在那里打了败仗 他被调回英国 他心灰意懒 他堕落 他酗酒 他贪污 他打架 他被解职 他被关在监狱里 放出来以后 东德的情报 就引诱他 把他引诱到东德 他就投效 共产的东德 他把英国情报网的秘密 向东德吐漏 那么在里马士 吐漏的对象 是东德的副情报局长 他从里马士的供词中发现 英国一直在付巨款 给一个东德政府里面的高层人士 因此英国能够取得很机密的消息 这个副局长经过多方的调查 他觉得 他的顶头上司 局长 就是被英国政府收买的人 这个副局长呢 就向最高当局检举局长 而局长在这个时候呢 也逮捕副局长 控告他说 他上了英国人的当 因为他长期寄予 这个局长的职位 而东德的局长 情报局长和副局长 互相告 那么东德政府呢 就组织了一个特别的法庭 来审判 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看起来 副局长是上当了 里马士的堕落 和他一切 都是伪装的 就是要吸引副局长 因为局长实在太厉害了 几乎所有的英国情报员 都被他杀掉了 这个人一定要除掉不可 怎么除掉局长 你怎么除掉 东德的情报局局长 你怎么除掉他呢 除不掉的 你不能暗杀 他隐藏得很好 只有利用他跟副局长之间 长期的不合 副局长长期怀疑 还是嫉妒 这局长 收集很多不利他的证据 现在加上 里马士所提供的证据 他觉得他们怀疑 没有错 他在法院上讲到说 这个局长曾经在伦敦 被英国天罗地网的包围 到处都是他的照片 他逃出来了 大家都说真了不起 是很了不起 在全英国警察的搜索 还入空严密的监视之下 他居然能逃出来 太了不起了 太容易了 没有英国当局的默许 绝不可能 副局长说 事实上一定是 他在英国被逮到了 英国人对他 威迫利诱 说服他 然后他就成为 西方帝国主义 可耻的走狗 表面上仍然忠于 人民政府 副局长他在法院上 提出的证据和说辞 很有力量 看起来 英国借着里马士 便捷的政策要成功了 大魔王局长 东德情报局局长 恐怕白口莫辩 非被处死不可 各位 这一类的间谍游戏 古今中外都有 刘邦要胜过项羽 刘邦要打败项羽 项羽身边有个人 叫范征 这个人实在太优秀了 项羽有他 就很难打败他 所以刘邦就制造很多 范征不忠的蛛丝马迹 残言多了 连曾孙的母亲 都不信自己的儿子 何况君臣之间 后来项羽 果然怀疑范征 范征死掉了 刘邦能胜过项羽 这是重要的关键 不过在法庭上 好像局长要输了 局长不能继续做下去 的时候 局长提出一个证人 反败为胜 原来局长 他从里马斯的堕落 开始 他就猜到 这是英国要除掉 自己的阴谋 他警觉到 副局长很可能会堕入 英国人的圈套 所以他必须自保 他就想 英国人的计谋要怎么揭发 他相信一件事情 任何一个计谋 包括英国的这个反监纪 一定会有人性的错误 李马斯长期伪装 贫困 酗酒 堕落 孤独 压力太大 他会需要一个伴侣 他会渴望跟人交通 交谈 这个时候 他很可能犯上 爱情的错误 对 罪恋 干恋的情报员 也会犯这样的错误 李马斯在这段时间 他真的认识了一个 一个女孩子 图书管理员 他 倾吐他的心声 蒙特把他找到了 就在法院上 成为一个证人 证明 李马斯的投降 是假的 目的都是要 把局长干掉 哎呀 各位 这个小说到这里 已经是很复杂了 西柏林的情报 头子 投奔到东柏林去 透露一些情报 好像是 局长 被西方收买了 但是局长也 意识到这件事情 就 找来一个证人 说 这整个是一个 西方的政策 我们不要上当 好 然后 这个书就是 在监狱里面 这个局长 东德情报局的局长 把李马斯和他的女朋友 通通放上一辆车 然后说 你们 你们走吧 这是什么回事 在车上 这个女孩子就问李马斯 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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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这个 东德情报局局长 会放你走 李马斯就说了 唉 你和我都被骗了 东德的情报局长 的确 被英国收买了 他的副局长 在怀疑他 他的副局长 地位很大 也很聪明 所以不能够消灭他 只有用我们的假投降 来消灭他 他真的是上当 他的女朋友就说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 伤害人 欺骗人 李马斯说 哎呀 你们共产党的 斗争不是更残忍 大家都 都不知道 我们为了胜利 可以做这种事 我们为了情报 可以做这种事 各位 任何事 有没有底线 我们为了要 得到胜利 是不是有一些底线 我知道有一些人 有一些有名的将军 有一些有名的战斗者 会说 胜利是一切 只要胜利 什么事都可以做 各位你觉得是这样吗 胜利 为了胜利 可以说谎 可以欺骗 可以伤害 可以没有底线的 做任何的事吗 是不是还有一些 人道的想法 是需要的 哎呀 我们人 实在很难 很难想 人可以残忍到什么地步 在第一本 李克里的书里面 就写出来了 间谍的生活 是很可怕的 可以可怕到 完全没有底线 这两个人后来是死掉了 都死在柏林围墙那里 作者 有一点错误 作者会说 哎呀 英美啊 苏联啊 大家都一样坏 我不同意啊 我觉得 在对抗当中 有些人还是更坏一点 有些人还有一点底线 我希望我们有一点底线 我希望我们不会觉得说 我们胜利是最重要的 那什么是最重要的 各位上帝是最重要的 我们做任何事情 我们不能 不择手段地做任何 对我们有益的事 我们继续谈到这个 间谍的世界 其实跟我们一般人的世界 一样真实 我问战争中的杀戮 间谍工作的渗透 偷窃 欺骗 造谣 作为 破坏 暗杀 这些都是邪恶 基督徒可以参与吗 我给各位的答案是 当然可以 加了当然两个字 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 很不好明白 但是如果我们就照字面来讲 很好明白 很清楚 在路加福音16章第9节说 我就是耶稣 我又告诉你们 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 结交朋友 到钱财无用的时候 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墓里 另外罗马书14章22节 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 能不自责 就有福了 另外在哥林多前书4章4节 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 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 我们的良心 我们的理性 常常被各种不当的思维扭曲 日本 德国人 二次大战 都以正义之名 行侵略之时 我们有责任 使自己 爱心和知识 在各样的见识上 多而又多 菲律比书 一章9节 我们不可以祸悉 你说都一样坏 都一样不易 基督教是反乌托邦的 我们不相信地上 可以建造天国 我们不相信地上 有什么理想制度 意识形态 是绝对的好 即使是教会 我们也说 包括圣经里提醒我们的 教会 以色列人都充满了 错误和罪恶 正统的基督徒 是要常常认罪 我们不会说人没有罪 我们会说人有罪 重生得救以后 仍然会有罪 教会仍然会犯错 我们会承认 自己的错 自己的罪恶 这样比较不容易 变成虚无主义 虚无主义态度是 只要和我不完全一致的 就都是坏蛋 在堕落的世界里面 神允许战争 也允许间谍 比如说拉河 到拉河那里是探子 这里神似乎允许了两个 一个是妓女的工作 一个是说谎的工作 就是探子所做的 那么在桑姆尔记下 第十六章到十七章 大卫用反间谍的护赛 破坏了亚西多福的战略 John Carey 写的间谍小说很精彩 但是他是绝望的 他觉得大家都一样坏 大家都非常邪恶 他不认识真神 这是很遗憾的 那么我们以为基督徒是尊重生命的 其实不然 基督徒尊重的 相信的不是自己的生命 多么崇高 而是神是多么的伟大 我们尊重上帝完全舍己 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 和其他的受造物 耶稣严格地警告门徒 爱惜自己生命的 就是丧失生命 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 就要保守生命到永远 好 然后我们介绍第二本书 Smiley的人马 Smiley People Smiley是英国情报局的灵魂人物 他的对头是苏联KGB的头子卡拉 卡拉是一个有点阴性化的名字 他要混淆视听 卡拉对英国情报局 还有Smiley 做过最大的破坏 这破坏就是 卡拉 苏俄的情报局 吸收了Smiley的好朋友和同事 海登 做KGB的间谍 那这不稀奇了 我们都吸收 希望尽量吸收别人 成为我们的间谍 但是稀奇的是 他怎么不让Smiley查到呢 他想了一个奇迹 他要海登 这个间谍 在效忠KGB的同时 勾引Smiley的 美丽而不贞洁的妻子安 而且要让Smiley发现这个奸情 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他是利用人性的弱点 小说包括侦探小说 如果只是讲到一些情节 那不能成为好小说 任何的好小说 不管侦探小说 或者任何其他小说 要有好的价值 必须跟人性有关系 那么这里就跟人性有关系 卡拉要海登 不仅是替KGB工作 替苏尔工作 而且要勾引Smiley的妻子 然后要让Smiley发现奸情 为什么要让她发现 她要Smiley有一个感觉 我发现她跟我的太太有染 很生气 但是不可以因为私怨而错怪同事 也就是如果Smiley怀疑 她的朋友海登 有一些不忠贞的地方 Smiley会自己反省 哎呀 只不过人家 不能说只不过了 人家是勾引你老婆了 你不要因为嫉妒就说她有 出卖国家的行为 这招很管用啊 因为Smiley是一个 常常内省 而且很体贴的人 她会反省自己 有什么地方不当 什么地方不当 所以当她发现自己老婆 不忠的时候 自己老婆跟她自己朋友 有奸情的时候 她会说哎呀 这是不好 但是我不能因此 错怪了海登 所以Smiley没有察觉 海登是一个叛徒 因为苏尔要她用一个 奸情来掩盖她 出卖国家利益的 可恶的地方 后来呢 卡拉 这个计谋还是被发现了 但整个的情报局 受到很大的打击 后来卡拉残害了一名 过气的英国老情报员 大家都没有办法找出原因 Smiley就复出了 复出 要查 这是一个不必要的杀戮 为什么要这样做 Smiley就调查 调查 调查到最后 发现这跟卡拉的婚姻有关 卡拉很爱 字节妻子 可是字节妻子 思想不正确 字节妻子 相信资产阶级的 自由爱情 这些颓废的东西 而且把这个思想 灌输给女儿 雅力三卓 卡拉后来 把字节妻子杀了 销毁了她所有的记录 杀了每一个 跟这件事有关的人 这个似乎毫无人性 舒恶的情报头子 对女儿有爱 对女儿有爱 这个女儿得了神经病 卡拉 瞎上瞎下 绕过所有的情报系统 外交系统 包括自己原来有的人手 她绕过这一切 她新找了一些人 设法把她的女儿 送到瑞士的高级疗养院 专挑几个人 执行这个任务 就是这几个人 也不知道 他们真正服务的对象 是卡拉的女儿 卡拉只是对他们说 那是一个很有名 很特别的女情报员 不可以问 免得死亡 那个英国的老情报员 就是发现了这个事 被杀掉的 没有想到打草金蛇 引出了Smiley Smiley就抽丝剥茧地了解 来龙去脉 这是一个个人智力和细心 大胆的结果 英国的官方也没有给她什么支持 她一路独立奋战 年纪虽然大 但是她的分析 判断 思考推理能力 炉火纯青 她终于比卡拉更占上风了 但这个上风也是卡拉提供的 卡拉不再是 Smiley所追踪的那一头野兽 不再是一个疯子 不再是一个机器 她是一个人 她是一个有人性的人 她是一个会关爱自己女儿的人 那么 这个爱 造成了她 唯一的一次失误 这个爱 让她露出了马脚 从圣经来看 这个爱和任何不来自信仰的美德一样 都有自私和邪恶的成分 人的爱情 也有邪恶和自私的成分 有好的 但是任何的美德 在罪恶之下 都受到一些影响 不过这里的重点 不在别的 在于卡拉 她关爱她的女儿 所以她贪污 所以她把女儿送到外面去 她不让任何人知道这个事 她非常关心她的女儿 她指示部下的信里面 有写出她从来没有的态度 请报告亚历三卓的外表与心理状态 她的意识清楚吗 她常常笑吗 她的笑是开心还是悲伤 她个人的卫生习惯好不好 医生最近的诊断是什么 她建议做其他的治疗吗 这是一个冷酷无比 冷血无比的 杀人不眨眼的一个情报员 对她自己女儿的关心 虽然别人都不知道 这是她的女儿 那么史迈里发现了这个 致命的弱点 就写了一封信给卡拉 陈列了赤罗尔事实 亚历三卓是她的女儿 她已死的母亲有反共的倾向 卡拉说亚历三卓是秘密情报员 以非法的手段安排她离开苏联 盗用公家的财产 来帮助她自己的女儿 这些事如果曝光的话 会使卡拉在莫斯科中央地位 岌岌可危 而且遭大内同僚的清算 她的女儿未来会很危险 会终身流浪 贫病交迫 最可怕的 她可能会被送回苏联 面对她父亲的敌人 无情的报复 所以卡拉过来吧 我们会保护你和你的女儿 这封信奏效了 卡拉从东柏林投奔自由了 在书里面描述 一个孤单的黑色身影展开旅程 那人抽了最后一口烟 烟头闪着火光 那是个小个子的男人 穿着工人半长的外套 工人用的背包挂在瘦小的胸膛 史迈里看见她的脸 磕满岁月的痕迹 皮肋 宝金风霜 刺骨寒风让她缩紧了脸 年岁一针几分 好了 KGB的头子投降西方 史迈里胜利了 在现实的世界里 整个苏联解体了 那西方更是大胜了 可是这样的胜利 不可能维持很久 各位 那个苏联的解体 也不过几十年吧 我们在圣经里看到 一个强权 接替另外一个强权 像诞一里书七章 所出来的海中的兽一样 他们有的像熊 有的像豹 但是有的是像绵羊 像熊像豹 是指着可能是 波斯帝国 可能是指亚历三大帝国 有的时候像绵羊 这也可能指波斯 因为波斯对犹太人 有友善的时候 有的时候像山羊 这指亚历三大 世上的政权都会改变 都会变动 我们很难想象 波斯王古列 被耶和华激动 使以色列人回归 我们很难想象 亚历三大大帝 对以色列的宗教 非常尊重 所以他们 亚历三大大帝和波斯 被描述成 比较可亲的羊 但不论是邪恶的猛兽 或者素食的动物 神都不要我们 跟世上的权柄 来往过密 神警告亚哈斯 说不论政局如何艰难 不要跟亚述结盟 来解决问题 神也责备 犹大依靠埃及的军力 这在以色亚书3031章 在列强环绕的国际局势中 不法是争多的末世里 个人 教会 国家 要灵巧像蛇 也要寻良像鸽子 对神更加依靠 不应该信心爱心冷淡 不要热衷政治的伎俩 我们不只在圣经上看到 世上的权势是不可靠的 连Cary这些世俗的作家 也告诉我们 间谍生涯原是梦 到头来都是搬石头 扎自己的脚 在诗篇第七篇里面有讲 是看恶人因煎恶而取劳 所怀的是毒害 所生的是虚假 他结了坑又挖深了 竟掉在自己所挖的井里 他的毒害必临到他自己头上 他的强暴必落到他自己的脑袋上 我们不同意Cary所说的 大家一样坏 但是我们对双方都要承认是可怜的罪人 因为最好的圣徒也会要说 我在灰尘中懊悔 我在灰尘中承认自己的罪恶 好 这个是我们讲的好人坏人 罪人里面的一部分 来吧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他必将从地道教育我们 我们一样心靠着道路 因为是未必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igg言之处于耶路撒冷 耶和华的igg言之处于耶路撒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